据相关数据统计 如今自动挡汽车已经算是在 整个汽车市场的占据半堤江山的存在了 这也就意味着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 都会优先考虑自动挡的汽车 而如果你也买了或者正准备买了 那么自动挡汽车的这次都不准 亲手一定要牢记 别等到车坏了才后悔 第一不准车还没有停稳 就挂入二挡 自动挡汽车的二挡是自动挡汽车的倒车档位 如果车辆没有停稳 这时候还有向前的牵引力 直接挂入二挡 车辆会产生向后的牵引力 这样反向冲击力会造成变速箱的损坏 那么轻则击百 多则就需要更换变速箱了 第二不准N挡滑行 N挡是自动挡汽车的空挡 不过与手动挡汽车不一样 N挡并不是真正的没有卡扣 就算是空挡也有一定的连接 所以在空挡的时候 滑行其实是非常伤害齿轮的 并且完全不省油 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对于刹车片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三 等红灯的时候不准挂入P挡 大多数司机朋友在等红灯的时候 都会习惯性地挂入P挡当中 可是挂入P挡会让变速箱打齿轮 重新启动或者被后车追尾 那么极有可能造成变速箱的严重损坏 第四 不能随意拖车 手动挡汽车如果抛锚了 那么只需要挂入空挡进行拖车就可以了 而自动挡汽车则不一样 有的汽车是全时四驱 那么这时候 拖车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如果只是单纯的两轮驱动 那么只需要挂入N挡就可以进行拖车了 虽然相对而言 自动挡汽车驾驶更加简单 但在行驶过程中 也是有很多驾驶技巧的 千万不要认为 它简单到和电动车一个开车模式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给车辆造成损害 也就只能自己拖着哭了